14路口车辆停等红灯 突然一辆保全车来个大回转 没想到转过头了 直接冲上分隔岛 车辆又回到原点 画面放慢再看一次 车辆回转瞬间 竟骑上分隔岛 让人看傻眼 24号上午11点得 36岁无姓女子 开民间保全车 行进台中市西屯路口 因为物财油门念火 接着又撞上 在停等红绿灯的两辆机车 造成两名骑士受伤 车辆因不明原因往前冲 导致车辆先冲上安全岛 深夜里一名行人 突然闯越马路 继承车呼啸而过 来不及反应 直接把人撞飞 25号半夜12点多 63岁王姓司机开继承车 沿台中市汉口路三段行驶 而34岁王姓男子 没走斑马线 闯越马路遭撞击 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紧急送医 应该是撞过后 车还在撞不掉 人家还在撞 整个脸怕你不怕 都会在啊 另外司机私下指出 行人斜行过马路 他看到时紧急踩下车 但已经来不及了 惊险车祸令人捏把冷汗 记者韩志欣 王百英台中采访报导 我是林佩杰 从生活消费 政治议题到国内外的最新话题 透过镜头传递新知 我在中市带您掌握大小事 更多资讯请您锁定中市的 Youtube频道 同时要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